第21集,杨华琴师举行婚礼。会议结束之后,唐一慧恭喜琴师终于找到11楼的生存之道了,唐一慧本想让琴师后面陪自己出去参加活动,但琴师因为婚礼时间婉拒了。 婚礼在任眉眉的安排下如期举行,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关注下,穿着美丽婚纱的琴师在爸爸的陪伴下缓步走向杨华,在此之前琴师从没想过自己的婚礼会从谎言开始,但如今却变得无比真实。 琴师内心非常紧张,杨华主动安抚琴师,让他放心,自己会一直陪伴他的。 两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拥吻,成功举行玩乐婚礼。 晚上两人回家,杨华清算了双方的婚礼红包收入,发现红包已经比他们花出去的钱还多了,两人都很开心。 琴师整理父母给的嫁妆意外发现母亲写给自己的信,信中琴母为女儿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而高兴,也为自己的婚姻影响琴师而感到自责。 而她结婚这么多年来从未出去工作,这次她出去当小时工赚钱为女儿筹备嫁妆,她希望女儿能幸福,日后也会尽力让自己的家庭不再影响女儿。 读了母亲的信,琴师气不成声,杨华听到动静前来安慰哭泣的琴师,次日两人在同一张床上醒来,彼此都有些尴尬。 琴母让琴父尽快卖房子换新房,她想要搬的离琴师近一些,离楼上琴文与妈妈远一些,还威胁如果琴父不同意,两人就离婚。 杨华打算为昨晚的事情负责,还郑重告诉琴师自己喜欢她,希望可以正式做琴师的男朋友。 琴师难以相信杨华竟然也喜欢自己,两人确定心意,拥吻在一起。 随后杨华和琴师都接到彼此父母的电话,杨华回到家中遭遇了母亲的催生,她按照和琴师预想的话语回复了母亲,表示两人年纪不小已经打算备孕,这让杨父养母都非常开心。 琴师找到母亲,抱着母亲表达对母亲的依赖,还表示以后会支持母亲的所有决定。 虽然琴师表示支持母亲卖房子,但是她从父亲那里了解到原来父母现在住的房子是父亲前妻刘燕的。 当年琴父和刘燕离婚是净身出户,本是暂时住在现在的家中, 但是后来工作不顺,投资不顺,这么多年也没攒下钱。 琴师认为母亲有权利知道家里的债务状况,索性将真实情况告诉母亲, 琴父也坦诚还欠前妻八万,手里还有三十万存款是打算留给琴母的。 琴母也知道琴父瞒着自己是为了不让自己操心, 索性将自己藏着的私房钱拿出来让琴父去还债。 琴父本以为已经安抚好了妻子,但是琴母还是打算搬家, 现在她更加无法住在丈夫前妻的房子中, 为此琴师也无法反驳母亲的要求。 吴飞带着陶俊辉看婚房, 还表示父母会全力支持自己, 让陶俊辉不用担心房款问题, 可陶俊辉看过房子后感到压力太大, 劝说吴飞两人买个二居室, 两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负担房子。 琴父琴母因为房子的问题冷战, 琴师在这件事情上是支持母亲的, 所以她打算将母亲接到自己房子, 而她出去租房住, 但琴母不想因为它们影响琴师与杨华的生活。 杨华听说了此事之后, 也知道了琴师家中的情况, 她劝说琴师租房的事情再等等, 她打算出去工作, 赚钱买房, 这样她和琴师就可以搬出去住了。 吴飞爸爸帮陶俊辉介绍了一个客户, 这位客户姓丁, 是个大客户, 吴飞叮嘱陶俊辉好好招待。 丁先生一到绿索就碰到了琴师, 两人是旧时, 琴师曾经负责过丁先生的离婚案子, 所以两人比较熟悉。